大家好,我是三毛教主熊掌 今天來到慣例 星期三會公告明天星期四周版本的公告 11月18號的周版本錢災大綱我把他打在這邊 分別是第一個是曹沁加葉明龍的UP池 第二個是天之恆的首領戰要打開了 第三個是十字系第九章,終於開放了 關於第九章,我等下會做一個小補充 或者是我右邊的懶人包已經有打了,你們可以看一下 再來就是齊念之輪的秦維剛的造型 原本是七千六的造型,他把它拿來當齊念之輪 跟子豐的又不一樣了,還蠻妙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盤子禮包分析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次周版本錢災的重點 那一樣,左邊左上角有QR Code可以看文章連結 然後右邊的話有懶人包 如果喜歡看懶人包的話可以先把右邊的懶人包看完 那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那開頭的話一樣我會先擺入池子的圖片 分別是燕明龍跟曹沁 他這個池是UP池,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今天想要拼曹沁出來的,要注意一下它是UP池 那一樣這個UP池還沒有導入所謂的那個什麼 碎片轉換功能還沒有所謂的導入進來 所以我也不建議你們抽這個池去做一個衝心 再加上其實你們認真想一下,現在已經11月17號了 再過大概兩個禮拜就會到月版本更新,12月預計吧 預計是12月2號吧,可能就會有月版本更新 那可能是無邪那一詞或者是逍遙那一詞會先出來 那你們可以看看這兩個禮拜,能存蛋有賺 可不會去支付你們抽到下一隻新英雄的 那畢竟UP池真的很多啊 那我們先講一下公告內容 一樣就是明天6點到8點會做一個維修 然後一樣給沒有誠意的魂光30加銅錢5000 那第一個更新內容是我們的在線天之痕首領挑戰 這個東西的話呢,要注意也是它是10點開放的 那我本來想說明天我會再去打一次驗證一下 因為陸服的版本的話他們有一個很簡單的打法 因為獨孤寧科是被火屬性給克制 因為獨孤寧科是雷屬性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獨孤寧科當作雷串王再打 然後派出火屬性角色 比方說曹沁、殷劍平、依依這種三火隊伍去打獨孤寧科 那因為這一次出去的首領挑戰的話 本來是強制說要你們出三隊不一樣 因為它有三個BOSS 分別是獨孤寧科、阿瑪菲特跟魔化城府 那這一次分數只要8800就可以把所有的獎勵給頒完 那它是三個BOSS的分數加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今天獨孤寧科打到8800之後 就可以不用去打阿瑪菲特跟魔化城府了 所以才會有這個所謂的極簡懶人包出來 只要打獨孤寧科兩回合收掉就可以達成8800的分數 三回合就會分數不夠 三回合就會分數不夠 所以就會多打一隻湊8800的分數 三回合大概是7000多分 這邊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明天出來之後再做一個詳細的懶人包 只是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張表 以及大家可以先準備一下 以獨孤寧科為一個核心打法 然後再去打阿瑪菲特跟魔化城府湊分數就好 這次不用去硬湊15個人的隊伍 因為我們曹沁提早出來太久了 所以導致高練度的人比較多一點 好,這個明天再說 再來是十字器關卡第9章已經開啟了 這個齁,你們有發現我背景音樂的話 是用那個獵心的那個音樂 因為第9章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因為官方鎖很久了 第9章最特別的原因就是這個東西啦 我切遊戲畫面給你們看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爪更新,爪更新的材料所在第9章第10章那邊 所以明天開放之後就可以去刷這個 所以會建議大家明天開放十字器之後啊 一定要先去刷,第一時間可以的話就先去把它推完 當然畢竟流火沒有開啦 所以你慢慢開也是無所謂 你也不會低了一等怎麼樣 只是因為再看一次喔 這一個爪是有傷害加成的 1%跟10%最高都10%嘛 他這個是非常10% 10%傷害就等於說你多了一個陰系的半個天賦 或者是你帶了一個木龍針出去 這個%其實是蠻可觀的 傷害蠻可觀的 好,那講完十字器我們來講這個我們的UP詞 前面有開頭有講到 曹沁跟葉明龍的召喚機率提升是我們的UP詞 一樣是10點才開放 那這個UP詞 因為葉明龍是送的 七天任務就送的 所以大家一定都會有葉明龍 應該沒有人沒有葉明龍吧 曹沁這一詞 嚴格來講 如果真的沒有曹沁的人 真的沒有曹沁的人 我是真的很推薦一定要把曹沁抽出來 因為曹沁這隻角色可以做到很多操作 什麼打冰創啊,打火創啊,打什麼創命都可以 打什麼挑戰也可以,甚至六狗什麼的 曹沁真的很好用 但是還是要評量你們自己口袋深度 評量你們自己口袋深度 因為說實在話 如果你不打PVP,只打PVE的話 沒有曹沁只是可能比較難打一點 不一定要強勢抽出來 你可以等下次精選池再抽 精選池才是最省的 那這個UP詞你只缺單一邊的話 除非臉非常白啦 不然你可能會一直抽到夜明龍或者一直歪 也有可能 UP詞是很毒的 這個再說一次 UP詞是很毒的 那還是再提醒大家 12月2號大概剩半個月的時間 有可能會出新角色 在這個半個月時間 14天左右的時間 你可以存到多少賺 你可以留多少抽給新的角色 有可能是無邪,也有可能是仙劍 你可以留多少抽給他們 你再評量一下 你再評量一下 你再評量一下這個曹沁要不要抽 你再評量一下 畢竟這個卡池到12月1號嘛 你也可以等12月1號之後再考慮要不要抽曹沁 也可以啦 畢竟說不定那天就會有全角色的資訊了嘛 好,那我們這個角色的話 我有把PV放在那邊 通常這個PV都會放在官方裡面的 官方裡面的那個什麼 召喚的詞那邊 他是一個官方的影片素材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的限時活動奇念之輪 這個奇念之輪的話很特別 為什麼會說很特別 就是一般來講都會放入陸服 照著陸服版本來走 但是台服最不一樣的是指風 是指風的那個5000塊的皮膚 然後這一次秦維鋼的皮膚 他不值得5000塊 他不值得5000塊 他只能拿來奇念之輪的3950 這個秦維鋼的3950皮膚 他把它放到這邊來了 這個冰戈型 那我只是想提醒這點 他本來是光風季月的皮膚 那7600砍成3950 其實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正確 因為7600除以2大概是3800 那應該來講指風那個皮膚也要3950 所以他把它拿來當奇念之輪 好像比較正常一點點 所以如果他假設出了兩個奇念之輪 一個奇念之輪是給秦維鋼的冰戈型 另外一個3950給指風的另外一個沙漠的皮膚的話 那好像比較合理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這個奇念之輪做的活動還不錯 因為畢竟你這3950 不只是去買這個皮膚 還可以拿到靈運石啊飾品啊 我個人會抽吧 因為我覺得我本來就是以光風季月的皮膚做一個課金的量 所以我會抽這個啦 我會抽這個 加上行為剛好像目前也只有這個皮膚 我會先把它抽著放著這樣子 好那我們進入我們的盤子禮包 盤子禮包上架了 盤子禮包的分析 這次有三個盤子禮包 第一個是泰玄秘藏 泰玄秘藏這個跟之前也是一樣啊 他就是買了之後啊 大概用300塊買了1.5個飾品 因為他是拿玉泰玄池50個 然後扣除十字基大概是以300塊來算 那我也會買 跟上次一樣 我會買這個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我會推薦大家買這個 比起什麼888隨機飾品 我1.5個飾品 我還可以指定要去做手部啊 還是去做頭部啊 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可以買 再來是福端通寶 這之前好像也有賣過吧 就是很暴力 直接用大概180-120 大概是用180元去買銅錢跟魂光 很暴力去換錢 因為很多人都說會缺銅錢 所以我這邊就改說就是說 你們缺銅錢再買吧 就很暴力的去換銅錢 因為你們真的很多人缺銅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再來是銀魂易靈痕 我在念什麼 銀魂易靈痕 對沒有錯 那這個東西的話 扣除1000塊去扣210大概是790 用790去買10個魂石 雖然可以自選 但是他的魂石只要磁條不好 就是會換來就是那種 我把這個790丟去水溝的感覺 噗通的一聲 我是建議不要買 感受會非常好 你這個790買起來感受不好 我還是覺得你要買指定的 或者是說他買的這個是有價值感的 才不算是盤子禮包 我的想法是這樣 買了指定然後有價值感的 才不是盤子禮包 那這種隨機的然後感受非常不好的 課長買起來就是好像覺得買了被當盤子一樣 所以我才叫他盤子禮包 我是建議這個不要買盤子禮包 以上就是本次週版本的懶人包 你們對這次公告有任何的想法 歡迎在影片留言那邊跟我討論唷 然後明天 我本來以為明天有那個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龜真啊 結果沒龜真有十字系第九章 那我覺得大家明天會乾的比較開心一點 十字系九章慢慢乾 然後還可以玩頭禮挑戰 那明天我也會第一時間把手禮挑戰的影片做上去放著 然後我會做一個比較懶人的方式 盡量在進步自己的影片 然後原創嘛對不對 原創我盡量用原創的不再去做分享陸服的影片 盡量用盡量不去分享陸服的影片 盡量不去分享陸服的影片 然後用原創的影片來分享資訊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看到進步的三毛 謝謝大家的收看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